哈喽同学们好啊 今天我来说一下这个素描中最基础 也是最简单的一个物体 但是它很重要啊 就是这个正方体 用长直线去概括它的造型 概括完之后呢 从暗颜色出发 去统一它的暗颜色 把这个暗颜色的调子做足了之后呢 再去用这个卫生纸去擦啊 擦完之后再去加重它该重的地方 就是说反复去强调它的暗颜色的体积 多去找暗颜色中的变化就可以了 不需要找细节啊 把这个暗颜色做通透了之后啊 我们再去找它的整个的灰颜色 做灰颜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调子控制到 两到三遍啊 少做几层 把体积画墙就可以了 画面就是这样啊 就基本就完成了 然后做一下小的调整啊 小的细节的一个刻画啊 然后画面就完成了啊 私下同学们可以去练习一下啊 相对比较简单 加油